针对台北市场选战 无党级台北市场候选人黄珊珊 今天是表示说 当他看到这份民调的时候 他自己被排在第三名 他觉得他不敢置信 因为他说整个民调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做 而且他是手机民调第一名 我们听听稍早这段访问 即将要封关了 今天的封关民调只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封关民调绝不可信 因为一个机构效应非常强的 还有另外一个跟自由时报一样的 一个可以做成 又把我做成第三名 而且差很远 另外一个可以做成 陈时中第一名 而且领先很多 各位这只证明了一件事 政党也好 蓝绿也好 只想操作弃保 他们不惜操弄民调 用假民调的方式 来让大家犹豫 让大家怀疑 封关的民调 显然就是一个就只有三个字 不是盖离谱 就是极其可笑 对谈到对手陈徐中 还有蒋万安的部分 其实他都是觉得不惧可否 尤其是他认为说 现在公布的民调 其实都是蓝绿 各自阵营都在操作弃保 而另外谈到蒋万安所谓的 细鼓经验的一个部分 他也认为说 其实在他印象中 细鼓就是金钱游戏 因此他认为说这个地方 由这个地方的经验 要带回台北来 似乎有点不搭嘎 而且他认为说 一个律师在细鼓 只能说是 他有他的细鼓的生活经验 对于市政可能没有太大帮助 那么 eben不搭嘎 然后也认为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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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 谢谢大家